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侯佩岑靠的就是以上这几个标签 可谁又知道这些标签背后是侯佩岑妈妈林月云的一手打造 小时候的侯佩岑只是单纯的护玩具不给别人玩 就被林月云拉去当众罚贵道歉并思过 侯佩岑上初中的时候十一点还不睡觉 林月云就问为什么还不睡 侯佩岑只是反问了一句你不也没睡吗 就被林月云用牛奶浇了头 她不允许侯佩岑十点以后回家 如果晚一次以后就再也别想出去 平常侯佩岑接电话的时候也必须用 你好我是佩岑请问您哪位来开头 但凡没有这个固定模板 林月云的巴掌就会落到侯佩岑的脸上 后来进入娱乐圈的侯佩岑多次飙车躲避狗仔 林月云知道后也会骂她 让她不论谁跟车都不能有一点违规 除了家教严格 侯佩岑还要从小学礼仪学舞蹈学钢琴 稍有不慎就会被体罚 林月云的教育 说好听的就是要培养一个没有自己的完美假人 说难听的就是在培养一个扶低做小 看人脸色的讨好型人格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看完林月云的经历也就不难理解 你们见过最绿茶心计最深的人是怎样的 侯佩岑的妈妈林月云 她知三当三两度抢左闺蜜老公 还生下了闺蜜老公的孩子 可当老男人重病后 她又将人还给原配 最后无名无分 却还能享受着别人家的巨额遗产 更重要的是 现在她还能带着她的女儿 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 哪怕是现在回起来以往种种 她也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说 自己拉扯大个孩子不容易 林月云的精彩人生 估计穷瑶看了都下不了笔 她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有名大美女 七四年婚姻大事上映后 林月云独领风骚 成为了演艺圈的新秀 因为漂亮嘴甜机灵董事 林月云年纪轻轻 就在电视台混得风生水起 不仅结识了豪门阔态 还成为了不少公子哥爱慕的对象 面对这么多家世条件好的公子哥 林月云却选了个比他大16岁的有富之夫 男方是知名电视制作人侯世红 帅气儒雅成熟稳重 她太太郭淳美说起来还是她们的中间人 当初郭淳美很喜欢林月云 就经常邀请她来家中做客 结果一来二去就把自己的老公给折进去了 哇闺蜜墙角林月云不仅不在乎 反而还陷得很深 而侯世红在金虫上脑的时候 也就承诺了林月云会离婚再娶 然而三年都过去了 侯世红还是稳得一批 林月云想着用孩子逼一把 这招也的确好使 林月云仗着肚子 尽情地卖惨撒娇说委屈 而侯世红听多了 也就愈发内疚了 她回家跟太太商议离婚 结果郭淳美也是个狠人 她告诉侯世红 你爱跟谁玩跟谁玩 离婚那是想都别想 因为侯世红有家有业 所以林月云大部分时间都是很无聊的 于是她就通过侯世红的关系网 和台湾几个豪门一起坐上了麻将桌 其中国泰人寿创始人的女儿蔡归照 被林月云给盯上了 蔡归照和老公邱家雄 两人自高中就恋爱 蔡归照对邱家雄的迷恋 都到了放弃大学的地步 在不顾一切下架之后 邱家雄也借助娘家的力量 从普通人一步步长成为了地产大亨 虽然是段佳话 但25年的婚姻 早就让这两人实之无畏了 看清形势的林月云 每晚都借着好姐妹的名义 去邱家报到 嘴甜人乖 哄得夫妻两人心花怒放 甚至林月云回家 蔡归照都得让老公去送送这个好姐妹 刚开始纯属礼貌 可送着送着就出了岔子 然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还是熟悉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搓麻将搓到深夜 母爱泛滥的蔡归照 总让老公邱家雄挺身而出 护送林月云回家 一回生二回熟 林月云搓着搓着 就从搓麻将变成了搓人 夜深人静孤男寡女 邱家雄竟忘了 他肚子里还怀着好朋友 侯氏红的仔 两人就情男至今走到了一起 不知道林月云功力何等身后 他竟在两个男人之间游刃有余 还一手抓名分 一手抓利益 既高调做着侯氏红女儿的孩子妈 还低调地做着邱家雄的秘密情人 说不清楚谁是谁的小三 也不知道他怎么大着肚子跟两个男人翻云覆雨 生下女儿侯佩岑后 孩子才满月 林月云就复工了 他周旋在两个男人之间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因为侯氏红虽然承诺一定会离婚给他名分 但离婚证却迟迟不见踪影 而另一边蔡万春健在 靠着老丈人发家的邱家雄还不敢摊牌离婚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很快林月云和邱家雄的密恋就曝光了 那天蔡桂赵去三温暖消费 丈夫邱家雄以谈生意为由聚接老婆回家 三温暖熟悉的店员问他 你怎么还没走啊 老公不是来接了吗 蔡桂赵不宜有他 老公今天不来接 可店员下一秒的话就让他冰寒撤骨 我刚才看见林姐上车了啊 真相犹如晴天霹雳 劈得蔡桂赵外焦里嫩 五雷轰顶 闺蜜挖了自己的墙角 还是自己提供的机会 蔡桂赵吐了一口老血 也毁清了肠子 他跟老公哭过闹过求过 可邱家雄吃了衬托铁了心 就是不肯和林月云断绝关系 虽然不离婚 但邱家雄却搬出了他们曾经的豪宅 和林月云一起另买了别墅 不停讨好林月云的邱家雄 在火佩岑的心里地位蹭蹭上涨 为了表达感谢 火佩岑还特意用法语爸爸 爸爸来称呼邱家雄 后来侯佩曾结婚 邱家雄还以父亲的身份 出席了侯佩曾婚礼 或许是老天看不下去了 于是后来的邱家雄得了癌症 但更绝的操作也就来了 邱家雄将大额遗产 留给了林月云母女 自己以不想拖累他们为由 回到了蔡桂赵身边 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 蔡桂赵倒是不计前嫌 不仅一直照顾丈夫到弥留之际 还在葬礼上 给足了邱家雄最后的体面 最后最新佛法 绝口不再提邱家雄和林月云 而得到了巨额财产的林月云 却连邱家雄的丧仪都没有去 还在葬礼第三天 去火锅店开心聚会 照片一出 香港媒体口诛笔伐 说他们是绝情的婊子 后来侯佩曾接受采访 眼中带泪地说 无法去祭拜 是因为有自己的苦衷 会用自己的方式纪念啪啪 怕挨打就只是说 哪边出来这么多矫情语剧来煽情 不光是侯佩曾会诡辩 林月云的技术更是炉火纯青 万般事实就在眼前 可他说起来却是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冠三交出来的女儿会是怎样的 侯佩曾绝对是常态中的反例 因为从小家庭情况复杂 所以侯佩曾为了讨得别人的尊重 不得不付出更多努力 他进入台式实习 被质疑专业度不够 被领导和同事冷嘲热讽 但却一直保持微笑姿态 慢慢用实力粉碎别人的轻视 在电视台从实习生到主播 他只用了四年时间 后来他转行做娱乐主持人 平易近人问文有理的态度 让一向内敛寡言的金城武和张震 都能和他不设防的交流 在2004年 侯佩曾更是在台湾 50位最受注目完美女性票选活动中 甩掉一众名流当选冠军 她的优秀肉眼可见 曾经发报大骂林月云既见幼耻 以破坏别人的婚姻为乐的 侯士雄原配郭美纯 在对着侯佩曾的时候也大为称赞 说佩曾是个好女孩 她和家里的孩子们关系都很融洽 一向毒蛇的小S 也直言挑不出侯佩曾的任何毛病 因为无懈可击 所以侯佩曾也就有了假面女郎的称号 人们说她是假的太久了 真的那一面早就被自己吃掉了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是这样的女孩还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 面对众多追求者 侯佩曾选的几乎都是些富豪 比如普腾电子董事长侯敏昌的儿子洪玉渊 比如信超媒体的执行副总张瑞展 再比如权势滔天的连战儿子连胜文 可惜因为媒体们总爱将林月云的事情翻来覆去的爆料 所以侯佩曾的恋情黄了一段又一段 直到最后遇上了为她写歌为她拍电影的周杰伦 或许是侯佩曾爱得太深 所以当流言蜚语再次袭来的时候 她陷入了深深的不安 在巨大的压力下她选择了分手 成为了周杰伦的白月光 至于最后为什么会选择了平平无奇的黄白俊 那还是林月云答应的婚事 为何会答应 一档综艺婆婆和妈妈或许能够解答 在节目里林月云把两次插足闺蜜婚姻的经验 总结在了女儿的婚姻当中 她会配合女儿韩沙适应女婿 也会对着女婿说女儿欺负你我来帮你 甚至还动不动对女婿说我爱你 侯佩曾还吐槽说自己的妈妈比自己更懂老公 没想到林月云还接话我愿意 有意思的是侯佩曾和黄白俊每次小爆发 都源于感慨林月云怎么辛苦 看完这期综艺你就会发现 他们家的所有人都在以林月云为第一顺位 不光是综艺 在这俩夫妻度蜜月时 也能看到林月云和黄白俊实质紧扣的画面 而一旁的侯佩曾就像是个常年被POA的假面公主 生活在这么一个畸形的家庭里 侯佩曾被教育的就是在强压之下 为理解母亲而活 长大后我才明白你有多不容易 不是林月云不容易 而是你侯佩曾不容易